如今003航母福建舰正在有条不稳进行各项测试 为接下来的海事做足准备工作 如果进行顺利 福建舰将会在未来几年内进入到解放军海军服役 成为中国国防的中坚力量 虽然我们都说福建舰水平很高 几乎能和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较量一番 但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说福建舰的威胁是有限的 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福建舰 也不是中国的核潜艇而是渡轮 这是为何 先来说说航母和潜艇对美国威胁的相关问题 之所以对方会如此认为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 中国的福建舰航母足够先进 这是毋庸置疑的 8万吨级别排水再加上电磁弹射 未来还会有歼35舰在机上舰 其阵容配置堪称豪华 但问题在于福建舰的质量虽然高 但数量太少了 如今只有一艘并且还未服役 这是硬伤 而像这样优秀的航母 美国一共有11艘 一旦中美在海上爆发战争 福建舰只能牵制一到两艘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山东舰和辽宁舰再牵制一艘 美国还剩下7艘核动力航母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小的威胁 同样的 中国核潜艇也存在数量上的问题 虽然在常规动力潜艇方面的数量多 但是缺乏远洋作战能力 如果美国这边打完就跑 我们很难远洋追击 十分被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核潜艇领域长期是我国的短板 当美俄都在搞四代潜艇时 我们还在使用二代核潜艇 未来可能会有所改变 其二 中国目前的对外战略更加保守 仍旧停留在自我防御阶段 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的核潜艇和福建舰航母 可能都不会和美国争夺部分远洋利益 至于为什么美国会认为 中国渡轮威胁会更大 咱们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021年 我国曾进行了跨海机动部队演习行动 过程当中 一艘足有4.5万吨排水的民用渡轮复兴号 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这不得不让美国思考另一种可能性 一旦中国将来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最终选择以武力手段收复台湾 是否会征用此类民用渡轮运输军事装备和陆战人员 从而增加自身的武力投送呢 根据目前中国台湾岛上的武装势力 解放军 美军三方实力的对比来看 当解放军要打登陆战时 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按照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 抢夺港口和重要交通枢纽 大军登岛 清剿岛内武装势力这4个步骤 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很好理解 因为中国台湾距离大陆有不少于130公里的距离 这个距离不是一步就能跨过去的 登陆的舰船得花很多时间过去 在这段时间里 如果解放军没有制海权和制空权 那么这些登陆的解放军舰船 就会成为敌方军事力量的活靶子 只有解放军取得完全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解放军的舰船才能安稳渡过中国台湾海峡 第二步 抢夺港口和重要交通枢纽 这一步需要快准狠 解放军登岛自然不可能东部占去20万地面力量 乌泱泱的一股脑全去打登陆战 需要解放军先头部队夺取并占领几个大型港口和机场 然后才能把大军送上岛 要做到这一步 在解放军已经完全掌控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情况下 还要出动两栖攻击舰 两栖攻击舰从名字上看 就能看出它专精于抢滩登陆的性质 中国一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可以运载约10辆主战坦克 30辆部战车 20架直升机 以及不低于600名武装人员 这个兵力 差不多是一个轻装步兵营 截止至2024年 中国一共有三艘07527攻击舰服役和一艘075下水 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 最少能运半个合成旅的兵力了 更不要说中国还有071等登陆艇 也能大量运输武装力量 至于夺取机场以及重要交通枢纽 这个得靠空降兵 先投送少量空降兵到机场 再夺取机场后可以用月20送中装备到机场 月20可以搭载一辆99A型主战坦克 目前中国有约60架月20 多往返几次 也能送一个合成旅到中国台湾岛内 能让岛内中心开花 到大军登岛 就到了中国民间轮渡出马的时候 中国东部战区有三个集团军 总兵力大约在20万人 如果要采取武力手段收复中国台湾 解放军至少要运送10万兵力上岛 运送10万人可不是一个小动作 古往今来有10万战兵参与的战斗 都不算小规模战斗 更不要提在解放军完成了现代化合合成化发展的今天 这10万部队还伴随着大量以主战坦克 不战车 直升机 防空车等武器为首的重火力 运送一支纯步兵的运力 到了这支部队装备大量重火力时 至少得翻二至三倍才能完成运输 所以等解放军真的大军上岛时 我国至少需要征调民间数百艘轮渡 恐怕到时候整个中国台湾海峡 估计密密麻麻全是船 其实对于民间运力 产于中国台湾问题这件事 中国非常早之前就在准备 解放军以及各政府部门 经常性的联合各民间水上运输公司搞演习 最常见的内容主要是水上灾害预防和救援 所以对于将大量重火力和武装人员 送到130公里外 大陆的一些水上运输公司 其实轻车熟路 只要解放军能拿下 中国台海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一切都好说 所以站在美国的视角上看 但凡中国大陆在集结大量民用轮渡了 那就有可能是解放军打算武统台湾的先兆 中国的核潜艇和航母 开不到美国家门口 但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舰和轮渡一集结起来 就意味着美国要失去第一岛链 其实就中美面临的国际局势来说 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非要和中国死磕 中国和美国隔着一个太平洋 按道理说双方是不该有军事冲突的 但美国非要控制亚太 就有了和中国的军事冲突 从这一点来看 仅仅针对中国台湾问题 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的民用渡轮士需要重视起来的 甚至其威胁比航母和核潜艇都大 要知道如果未来中国武统 美国打算亲身介入 有一个很大的前提 中国台湾不会被大陆的解放军 在短时间内攻克 以至于美国的战略力量 还未投送过来之前 台当局就率先投降了 毕竟中国武力收复过程 可能是突兀的 就算美国提前有所准备 但从解放军开始投送力量 到美国介入 美国这边需要通过总统提出 国会审批 议会讨论等流程 如果分歧比较小 也需要十来天的时间 如果分歧大 一两个月都是有可能的 美国最担心的一点就是 在解放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 岛上的武装力量 能撑到这个时候吗 原本两岸的实力差距 已经让美国心凉了半截 如今在看到中国的大型民用渡轮 更是让他们新沉到了谷底 和航母以及核潜艇等 海上战略力量不同 渡轮可以将各类战备人员 实打实地投送到岛上 这意味着 一旦爆发战争 民用渡轮所承担的职责 和军用的两栖攻击舰是类似的 当然 至于民用渡轮的生存方面 不用担心 专门为其配备一艘护卫舰 和055驱逐舰 就能够拦截海上的绝大部分威胁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些渡轮的渡海能力 除了可以装配人员之外 包括坦克 各类装甲车 武器弹药等等 都可以运输 中国的渡轮技术相当先进 像一些中型大卡车 甚至是火车 都可以渡过去 如果渡轮的数量足够多 对于解放军来说 中国台湾海峡 就像一块可以行走的平原 最关键的是 中国可以不遗余力地大力研发 和建造此类大型渡轮 而不应该受到外界的非议 首先 作为一种民用商业传知 从名义上来说 它的商业性质 并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中国建造十艘两栖攻击舰 美国那边肯定会炸锚 然后给予台独 势力更多的军事援助 这相当于是在搞军备竞赛了 但如果说 中国建造十艘五万吨级别的渡轮 美国这边虽然知道 未来其可能会用于中国收复台湾作战 但没有正当理由支援给台独 势力武器装备 就算中国建造了一百艘 美国也丝毫没有办法 其实 以中国的发展路径 就算未来中国海军实力超越美国了 中美也不该起冲突 因为美国的基本盘在欧洲 中国的基本盘在亚太 双方是没有直接的地缘冲突的 等中国有世界第一大海军了 中国的主要对手可能会变成印度 因为印度洋航道 从海上连通着中国和欧洲 以及中东 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路线 如果印度海军封锁印度洋 中国的贸易会受到很大影响 至于美国 美国要保持自己和欧洲的贸易 需要控制大西洋 就算中国海军规模超过了美国海军 中国也没有足够的实力 去和美国抢大西洋的主导权 所以中美现在的很多矛盾 归根到底 就是美国死抓着全球霸权不放 认识不到多极化世界的趋势 和必要性 因为这种自己一定要当世界霸主的心理 美国在全球部署军事力量 导致军力过于分散 在亚洲 美国更是和中国起了军事冲突 才导致了中美之间的很多问题 中国人讨厌值